卡门卡连特 1673年 德国人有了他们的第一家咖啡馆 来自海外的咖啡豆 在布莱梅港口被卸下 因此其他咖啡公司 很快就在这里成立下来 在20世纪20年代初 有200多家咖啡烘焙公司位于布莱梅 今天只有不到20家了 来自威地马拉维拉帕斯的咖啡农 卡门卡连特 于1822年随一艘货船来到布莱梅 在这里讲授咖啡烘焙的知识 北德的绅士们起初对于接受一位 说着别角德语的女士的命令 有些不情愿 但几个月后 他们屈服于他那不可抗拒的知识 气质和魅力 据称他是第一个将咖啡豆 扔进小烧酒杯 点燃后大口喝下的人 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